香氛苗法是来自大地的绿魔法 让我来翻翻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书 今天我要带给你的芳香祝福是 西印度柠檬草 好运加分的新作有双子座 西印度柠檬草原产于斯里兰卡 目前在西印度群岛 非洲和亚洲热带地区都有栽培 正如它的种名所显示 它有非常浓烈的柑橘般的气味 那些从小就使用象牙肥皂的人 可能会很熟悉它的味道 西印度柠檬草精油 是用西印度柠檬草椅叶子 以蒸柳法萃取而成 呈黄色、琥珀色或淡红褐色 它的质地稀薄 保存期限约12到18个月 可能会造成皮肤疼痛、发炎的现象 不要使用在眼睛四周 不要用在6岁以下的婴儿或孩童身上 怀孕期间应避免使用 西印度柠檬草精油 有清清的柑橘味和草本味 同时还带着些许土味 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包括 柠檬草、罗勒、佛首干、雪松、圆锡子、天竹葵、薰衣草、甜码玉兰、甜橙、茶树和百里香 柠檬草能使膚色明亮,肌膚紧致 由于它具有抗菌和收斂的作用 因此很适合中性、流性以及容易长痘痘的皮肤 当脸上一下冒出许多豆子时 可以用柠檬草加天竹葵和薰衣草来处理 此外 柠檬草也有助平衡头皮的油脂 由于它有抗细菌的功效 因此很适合用来做成体香剂 用柠檬草精油泡澡 可以扩张毛孔 对抗细菌 抑制过度排汗的现象 若要缓解头痛、心理疲劳、神经衰弱或压力 可单独用柠檬草扩香 在冥想和祈祷前 你可以用它来帮助自己与大地连结 并让你得以定心 在湿形蜡烛魔法时 你可以用它招来好运 在风水方面 柠檬草可以用来提升家中的能量 如果你想让家里的空气芳香移人 并防止蚊虫在你们用餐时 飞到家中或露台上 可以用等量的柠檬草 薰衣草和胡椒薄荷扩香 有一种很喜气的方法 可以使用这些精油 那便是制作芳香缎带 只要剪下几段一尺长的棉质缎带 把它们泡在上述的副方精油里 不需要用基底油 然后拿出来挂在打开的窗户上 或露台四周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喜欢用缎带 就用这个副方来扩香 或做成蜡烛 这是今天的香氛母法分享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精油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祕密派